击落匕首 欧洲最强盾现身 8月初 海事新闻网站报道 欧洲自主研发的阿斯特30B1新技术版导弹 完成第二次试射 可拦截150公里外的目标 这个新技术导弹也就是阿斯特30B1NT NT也就意味着新战术 大家也可以叫它另一个名字 紫苑30 目标就是拦截高石 匕首 这是欧洲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 属于欧洲自主反高超音速导弹的第一步 那么这款欧洲最强盾的性能如何 能否拦截匕首导弹 欧洲研发紫苑30B1NT 目的是取代爱国者与标准系列吗 7月31日 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宣布 紫苑30B1新技术导弹已经完成第二次试射 本次试射由欧洲导弹集团 在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国防装备总局试验中心执行 未来将装备于新一代SAMT-NG 强化欧洲自主防空能力 作为欧洲自主研发的防空导弹 紫苑30已部署多个国家 性能无需质疑 最新版的紫苑30B1NT射程超过150公里 可拦截短程弹道导弹 以及1500公里级的中程弹道导弹 当然在俄罗斯威胁日益增加的当下 拦截重点还是高超音速导弹 比如匕首 高石 那么紫苑30能否做到这一点 高超音速导弹是很难拦截的 飞行速度太快 超过5马赫 甚至能达到10马赫的级别 留给防空系统的拦截窗口很短 在飞行过程中 这些导弹可以蛇皮走位 防空系统很难预测其弹道 这也是最大的问题 按道理来讲 如果能预算到导弹轨道 火力军拿个手枪都能拦截匕首 只是一般情况下 这个轨道是预测不到的 就目前来看 现代防空系统很难拦截高超音速导弹 主要原因就是相关数据太少 无法预测导弹的轨迹 加上难度太高 拦截机会一闪而逝 但如果你要问 紫苑能不能拦截匕首 火力军的回答是肯定的 相比较紫苑30P1 NT版本的性能有了很大提升 比如更圆的射程 更高的射高 NT版本的有效射程超过150公里 射高达到25公里 相较于紫苑30P1超过120公里的射程 以及20公里的射高 NT版本的作战范围更大 速度与机动性也有提升 最大速度4.5马赫 能够拦截射程1500公里的弹道导弹 覆盖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大部分区域 在此之前 紫苑30P1主要用于拦截射程600公里的弹道导弹 为了拦截高超音速导弹 NT版本采用了新型的K波段雷达导引头 而不是之前的KU波段 拥有了更高的分辨率 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能精确的识别和锁定目标 特别是那些低雷达界面和高机动性的目标 导弹还配备了抗诱尔钻法 使其能够在复杂的电子环境中 精准识别诱尔与真实目标 在多个关键技术进行升级后 NT版本获得了更强的作战能力 全天后模块化那就是标配了 不仅能集成至法国陆军的3TNG 英国海军的4-5型 以及意大利的地平线级也可以使用 这种依次研发多国适配的优势 使其使用成本也比标准系列爱国者更低 总的来说 通过各种新技术的加持 紫苑30BNT的射程射高 制导精度和拦截复杂目标的能力大幅提升 其配备的3TNG 也是欧洲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之一 那么实际作战时 NT会如何拦截匕首 从乌俄战场的情况来看 拦截匕首导弹并不难 2023年5月4日 乌克兰空军宣称 使用爱国者系统 在基辅上空击落了一枚匕首导弹 之后也多次拦截 爱国者拦截匕首并非依赖单一技术 而是整个防御体系协同作战的结果 匕首导弹也有自己的问题 如果紫苑30出战 结果也与爱国者差不多 拦截匕首的第一步 就是早期预警与探测 就战场情况来看 米格3EK升空后 发射匕首导弹并非完全隐秘 欧洲与美国的太空卫星 和空中侦察平台 能够探测到米格3EK起飞 以及导弹发射的热信号 获取信息后 之后就是传输给各国的防空系统 SAMTNG就会进入高度截备状态 对空中进行扫描与追踪 不过就跟上面说的那样 想要拦截弹道导弹 最主要的就是预测弹道 在这方面 匕首是真的拉款 按照当前流出的消息 虽然俄罗斯将匕首称之为 高超音速导弹 在飞行途中也会进行机动变轨 但基本质上是一种空射弹道导弹 大多是可预测的跑五线轨迹 这就意味着 其整体弹道 还是可以被雷达捕捉和计算的 之后SAMTNG的作战控制战 就会对雷达数据进行分析 确定匕首的飞行速度 高度和预计落点 将其识别为高危险的弹道导弹 一切准备就去后 就是发射拦截弹 指挥官下令FIRE 乌军使用的爱国者PSC-3 以及其增程型 欧洲则是使用紫园30 但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击落笔首 在拦截弹发射后 先由地面雷达提供指令 进行中断指导 飞到笔射导弹的预定拦截点 爱国者PSC-3属于碰撞击杀 不依赖爆炸破片来杀杀目标 就是碰撞击杀 这种直接动能撞击的方式 可以更有效地摧毁来袭导弹 紫园30也基本与此类似 除了防空系统太强之外 笔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末端减速 有分析认为 笔首在飞行的末端 速度会显著下降 可能降至高超音速门槛以下 这就是最好的拦截窗口 一般情况下 高超音速导弹减速 那是机动飞控的原因 比如横向滑翔飞行士 需要对目标进行缩缩捕捕 躲避敌方高空和末端拦截等需求 另一个影响末端速度的因素 就是导弹的雷达扫描速度 如果雷达的扫描速度太慢 就需要减速才能实现弹道修正 没办法使用高超音速导弹 留给敌人的反应时间短 反过来也是如此 考虑到俄罗斯在精密电子 与雷达方面的劣势 笔首大概就是因为 雷达扫描速度不行 才会在末端进行减速 作为一款高超音速导弹 弹道可以预测 末端速度下降 拦截难度并不是特别高 在2024年3月27日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 伊利亚耶夫·拉什就表示 五军拥有击落匕首的能力 其末端急速仅为1.9马赫 爱国者与NASIMS就能对其进行拦截 没道理子愿30不行 除了击落子愿BNT的试设 还有一个意义 那就是重塑欧洲防空 说到底 法医研发子愿项目的目的 就是取代美制防空 在1989年 美国单方面升级霍克防空系统 导致成本失控 与技术封锁 于是法医决定 研发属于欧洲的防空系统 也就是子愿系列 这款用欧洲导弹集团 主导的系统 已经全面取代标准1 成为欧洲多国的 主力防空设备 乌俄战争的爆发 更是加速欧洲防空一体化 按照法国的想法 当欧洲的天空需要保护时 总不能等待美国的许可 子愿30B1NT 就全面贯彻了这种思想 2022年12月 英法一三国签订了700枚 子愿导弹的采购框架 在2025年3月 追加订单后 总金额已达120亿欧元 三国已经实现 防空雷达数据实时共享 子愿30B1NT的火控系统 可以直接介入 北约的联合空中作战中心 但决策权限 由各国自主掌控 这种数据共享 只会独立的模式 就是欧洲防务自主化的 典型特征 就结果来看 子愿30B1NT 依旧拼不过萨德系统 但是在中远程防空领域 还是能碰一碰爱国者的 其设计初衷 就是减少欧洲国家 对美国国防系统的依赖 作为欧洲本土生产的武器装备 CMT-NG加子愿30B1NT的组合 可以在保持防御能力的同时 降低使用成本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包括德国 荷兰 西班牙 罗马尼亚 希腊和波兰在内的 多个欧洲国家 都在使用爱国者系统 部分国家将自己的防空系统 援助给乌克兰 加上在乌俄战争的当下 军费有所提升 的确有购买新防空系统的需求 那么欧洲国家会怎么选 依旧是爱国者 还是选择CMT-NG 法国对CMT-NG寄予了厚望 觉得这一系统 将成为欧洲防空的 重要组成部分 也有多国表示购买欲望 包括丹麦 爱沙尼亚和克罗地亚等 不过这些国家都是摇摆中 包括德国和西班牙 而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 则是更倾向于爱国者 或者说想要选择现有的防空系统 来增强欧洲的防空实力 德国之前提出了 欧洲天空之盾计划 目的就是通过合作 统一欧洲的防空系统 整合其他国家的防空资源 比如爱国者 舰三等线程产品 快速填补防空能力的空白 保障欧洲的安全 英国 波罗的海国家 芬兰等国家都参与了进来 不过法国不同意 觉得欧洲应该更加注重 自给自足 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 确保在危急时刻 不受外部因素的制约 在美国提出 从欧洲撤兵的当下 自给自足的确是好消息 但德国的想法也不算错 就火力军来说 CMTNG的出现 为欧洲提供了一个 爱国者之外的选项 并且还是本土资产 可以加强欧洲的自主战略 但欧洲国家究竟会怎么选 现在还不明朗 但如果单论性能 爱国者与CMTNG哪个更好 哪一款更适合欧洲 爱国者的性能 大家也都清楚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爱国者就是明星装备 性能也在不断升级 PSA2主要应对飞机和早期弹道导弹 采用破片杀伤战斗部 更先进的PSA3则是碰撞击杀 通过直接撞击摧毁来袭目标 对弹道导弹的拦截效率更高 最新型的PSA3MSE 进一步提升了射程和机动性 雷达性能也有所提升 MPQ53MPQ65 都是集搜索 跟踪和导弹制导于一体 但即使升级到MPQ65 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其擅取扫描的工作方式 使其防御范围有限制 无法实现360度全向监控 并且都是属于无原相控阵雷达 不过这只是以前 目前的最新型MPQ65A 采用了弹化架首发组件 和有原相控阵雷达 具有更大的探测距离和抗干扰能力 以及识别能力 至于360度全向监控的问题 也有办法解决 在2017年 美国陆军就启动了LTAMDS项目 研发具备360度覆盖的新型雷达系统 通过三个系统工作的天线阵叠 实现全向探测 并计划逐步替换现有雷达 可以说在性能上 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弱点并不多 唯一需要注意的 就是操作人员与发射架 一个爱国者导弹点 需要较多的操作人员 约90人 其发射架为倾斜式设计 发射前需要调整方向 对准来袭威胁 SMTNG则是欧洲最新 最强的防空系统 预计从2025年开始交付 SMTNG的最大亮点 就是其可360度旋转的 有源电子扫描之内雷达 比如台雷兹公司的地火300 或莱纳多公司的 科罗诺斯大移动高功率雷达 这种雷达每秒旋转一周 可提供无死角的全向监控 探测距离超过350公里 并能同时跟踪 多达1000个目标 拦截弹则是紫院系列 垂直发射技术 发射后可在空中 迅速转向任何方向的目标 特别是紫院30B1NT 反应速度更快 具备极高的末端机动性 拦截距离超过150公里 并具备拦截射程超过600公里 甚至1500公里的 弹道导弹的能力 考虑欧洲国家人数较少的问题 其机动性与快速部署能力很强 一个作战单元的人员需求 原少于爱国者 通常在15至20人左右 其发射车可搭载8枚带发导弹 一个完整的发射连 最多可配置6辆发射车 共计48枚导弹 从技术参数上看 3TNG在雷达性能 发射方式 拦截范围和反导潜力 等多个关键领域 都有一定的优势 毕竟是新家伙 但是爱国者的能力 是经过实战验证的 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占据优势 那么哪一款对欧洲更好 火力军的答案是3TNG 除了技术问题 这款防空系统 有更深远的战略意义 最直接的就是推动 欧洲防务自主与一体化 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 依赖美国武器系统 也不是不行 但是会有一定的风险 毕竟美国说走就走了 发展欧洲本土高端防务装备 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就是加强 欧洲国防工业基础 选择3TNG 就是支持欧洲本土国防企业 将关键的国防技术 和工业能力 保留在欧洲内部 现在欧盟已提出目标 希望将50%的国防开支 用于采购欧洲本土生产的系统 3TNG项目就是这样做的 从这点来看 西班牙或许会成为用户之一 互操作性与升级 也有一定的优势 在设计之初 3TNG就考虑了 与北约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兼容性 可以无缝集成到 北约的一体化防空 翻到体系中 爱国者虽然也可以 但毕竟是美国的 选择3TNG 还能更好地应对 欧洲周边的威胁 可以针对特定威胁升级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上前 使用3TNG 不仅能减少对外部供应的依赖 使用价格还更低 具体的采购成本跟配置有关 不过有报道指出 一个完整的3TNG发射链的 估算成本 远低于一个爱国者链 而且更少的人员需求 也就意味着 在整个复役周期内的运营 和维护成本更低 总的来说 对于欧洲而言 3TNG的优势不值技术层面 它可以给欧洲国家 一个摆脱美制武器依赖的选择 而且在效果更好的同时 价格更低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谁 自然是一目了然 唯一的缺点就是 3TNG不是货架产品 无法批量生产 其自愿防空导弹也很稀缺 生产周期很长 在俄罗斯的威胁 已经迫在眉睫的情况下 3TNG天然处于劣势 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还是先使用爱国者 之后再使用3TNG逐步替代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 3TNG能不能打过爱国者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아요 这就在这里